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由叶曼峰为你报导新闻 首先是内容提要 澳洲领袖达共识 联手牵制科技巨头 俄勒江州五个园 投票逃离左翼 议员说 左派打压保守派媒体 与中共诡异地相似 真实的灵意 特斯拉途径无人无地 感应器 显示行人 UFO飞越美国客机 飞行员空中对话曝光 俄科学院士 现在全球正在变冷 而非变暖 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 目前澳洲成为第一个通过 新闻媒体议价法 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的国家 而加拿大 亦紧随澳大利亚的脚步 推动立法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和澳洲总理莫里森 日前达成共识 将继续协调努力 以确保 科技巨头必须为其平台上分享的内容 向新闻出版商支付费用 根据一份官方声明 两位总理在2月22日 讨论了一系列的话题 其中包括 监管社交媒体公司的必要性 澳洲通过的 《新闻媒体议价法》 是一项法案 旨在为新闻业者 建立一个框架 以便为他们在数位平台上分享的内容 协商出一个公平的报酬 特别是念书和谷歌等科技巨头公司 并且在全球范围内 成功逼使 技术巨头 补偿新闻出版商 在他的网站上 显示他们内容的第一步法律 Facebook副总裁 金布布朗 Campbell Brown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的公司已经跟澳洲政府达成协议 并将在未来几日 恢复他们的新闻服务 因为这项立法 Google也曾威胁 要关闭澳洲的服务 但目前 亦已经仰保 这家公司一直通过他们的新闻平台 News Showcase 和澳洲的大小媒体公司 进行内容授权交易 加拿大和英国 现在都在考虑 已定类似的法律 民主党左派目前 正在力图关闭 OAN FOX等保守派媒体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 Mccasic McCarthy 星期三在众议院发言时 指出民主党左派 审查保守派声音 是对美国人的 第一修正案权利的真正威胁 他将民主党左派 和压制不同声音的中共政权 双提并论 Mccasic批评民主党 企图将社会主义疫情 带到美国 他说 这些标准在美国 是没有地位的 他表示 民主党人本周的行动明确表明 今天的言论自由最大威胁 不是国会的法律 该法律受到第一修正案的约束 最大的威胁 是政客欺凌私人公司 意图压制不同意见 另外 众议员Bill Johnson 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亦表示 民主党左派 审查持不同政见媒体的方式 和共产主义中国诡异地相似 他说 就在两周前 中国港电总局 禁止BBC世界新闻在中国播出 因为他声称 BBC的报道 严重违反了 他们的广播准则 现在他对民主党 发给保守派 广播公司的信 亦感到失望 和大为惊讶 因为他们向广播公司施压 要求他们从网络上 删除保守的新闻频道 这封信看起来 和中共禁止BBC时发出的声明 奇怪地相似 美国俄勒江州 波特兰市 经历了数月之久的左派骚乱 但并非每个住在那里的人 都是左派激进分子 华盛顿时报报道 俄勒江州有五个远近民众 对左傾措施感到厌倦 正在酝酿投票 脱离该州 而加入邻近的 共和党主政的 埃达河州 这五个远是 贝克远 格兰特远 莱克远 马勒远 和 谢尔曼远 Baker Grant Lick Mohir 和Sherman 俄勒江州 边防局局长 麦卡特 Mike Carter 在一份声明中 俄勒江州是一个火药桶 好像 埃达河州 属于红色州的园 都受到波特兰人的牵连 他列举了民主党州长 布朗 Kate Brown的 奇葩 冠病毒限制措施 州立机关 偏向波特兰 而不是农村社区 他说 该州保护的是 Antifa 中火犯 而不是普通的俄勒江民众 在疫苗和计划资金 以及学校课程中 将一个种族 优先注于 另一个种族之上 他说 俄勒江州的分区 正是变得越来越危险 因此我们将边境的迁移 视为维持和平的一种方式 俄勒江州和 埃达河州 已经被州界分开 但问题在于 州边界的位置 是在161年前决定的 但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 俄勒江州目前 存在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 洪溝 激进的左派 使那些只想和平生活的普通人 被迫离开 也有反对者说 心怀不满的 俄勒江州农村居民 应该搬迁到 埃达河州就行了 但麦卡特先生说 这个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热爱我们的社区 我们和他们紧密相连 我们不能忍受的 只是州政府 但报道说 搬移俄勒江州边境 需要清除一个很高的门栏 任何州界的重新策定 都需要得到 相关州议会 和国会的批准 该小组还向北加州各院伸出援手 特斯拉 Tesla汽车上路时 能够感应到周围的行人和车辆 但最近 有海外网友分享视频显示 当特斯拉穿越无人的墓地时 感应器不时显示 周围出现时隐时现的行人 网友怀疑 感应系统出了问题 亦有人认为 可能是发生了 灵异事件 视频显示 一辆特斯拉汽车 在大白天在墓地内的道路上行走 感应器屏幕上显示到道路两侧 有很多行人在走动 但实际上 墓地路上 空无一人 该视频传入中国后 在抖音上被受关注 亦有福建厦门网友上传视频显示 银行特斯拉进入隧道后 屏幕显示旁边 有一辆公交车 搬行十几分钟 直到出隧道后才消失 但实际上 当时车的两旁 并无车辆 下门网友分享视频指 特斯拉在隧道感应到 不存在的公交车 网友纷纷猜测 是否特斯拉的感应系统 真的捕捉到周围 某种肉眼见不到的信息 但特斯拉大陆售后服务人员回应 可能是雷达误偵策了 日前美国航空客机 2292航班 从新生纳提 Cincinnati 飞往凤凰城 在新墨西哥州东北上空 同一个不明飞行物 UFO不期而遇 飞行员在空中的无线电录音 已经在网上曝光 美国当地中部时间 2月21号 下午1点左右 这架航机上的飞行员 激动地通过无线电 询问控制台 你们在这里有什么目标吗 我们刚好有个物体 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 飞行员叫道 他看起来 是一个长弦柱状的物体 看起来几乎就好像巡航导弹一样 移动得非常快 就是从我们的上方飞过去的 杜格拉斯 Steve Douglas 在去过博客 深刻地平线Deep Black Horizon 公开了这一段无线电录音 杜格拉斯说 在目击UFO时 这架航班正在新墨西哥州大约37,000英尺的高空 阿尔伯克基中心 阿布克里斯中心没有对飞行员作出回应 飞机继续前行 并降落在亚利桑拿州的凤凰城 新墨西哥州是白沙导弹靶场 White Sands Missile Range所在地 被以为国防部最大配备齐全的露天靶场 杜格拉斯分析 21日是星期日 军人都在休息 而且军方也没有发出军事试射通知 他表示 如果军方要试射导弹 会事先跟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联络 禁止飞机进入试射区域 因此飞机以外闯入导弹试射区域的可能性不高 美国航空公司 已向福克斯新闻社证实 杜格拉斯公开的这段无线电录音纪录 确实是来自2292航班 但该公司未对这次 UFO事件进一步置评 美航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们确认无线电传书 是来自美航2292航班 并鼓励对此有任何疑问的人 与FBI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 但FBI在23日并没有立即回应指评请求 近年来目击UFO事件时有发生 2020年4月27日 美国五角大楼 正式公布了三段UFO的陆像 证实已在公众中流传多年的海军飞机 捕获UFO确有歧视 美国前总统川普 在2020年12月27日 签出一项法案 要求国防部和情报部门 在180日内完成一份 与不明飞行物体UFO相关的报告 并提交给国会 最近几十年来 全球暖化的说法 甚囂尘上 亦成了左派用意推进绿色新证的借口 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俄罗斯科学院南方科学中心 科学主任海洋学家马提索夫 日前在接受俄罗斯部采访时表示 等待人类格不是全球变暖 而是小冰河期 他认为地球气候具有周期性 现在变暖周期已经结束 正在进入变冷周期 马提索夫说 自己从1965年以来 就一直在北极考察 并没有全球变暖这个说法 如果全球变暖理论正确 北极的冰早就已经融化了 他还说 最近北极温度确实略有上升 也正因为这样 一些人认为全球气温变暖 他指出要了解气候变化趋势 至少要分析一两百年的数据 而不是只关注最近一两年发生的事件 在过去的15年中 塔金罗格湾平均每年被冰覆盖54日 对于南部地区而言 54日被冰覆盖 这个时间太长 这是更接近于气候变冷 马提索夫表示 气候是周期性的 人类正在成为新兵河时代 开始的见证者 他在论证地球 气候具有周期性时 列举了两例历史事件 一个是1878年 芬兰籍的瑞典海军上位 努易斯·罗朗德尔率领一个由俄罗斯 丹麦和意大利海军人员组成的 共30个人的国际性探险队 成维加号等4艘探险船 在冬季穿越整个北极航线 马提索夫说 他们那时并没有说地球变暖 另一个是1933年 苏联考察队 成并不完全具备破冰功能的 赤柳斯金号轮船 穿越整个北极航线 而且穿过了位于北极圈内的 霍拉湾 更值得一提的是 赤柳斯金号完成了那次考察后 竟然是完毫无损 以上事件说明 1878年和1933年 北极同样处于温暖周期 马提索夫院士嘲讽地发问 难道我们的记忆真是如此短暂吗? 马提索夫认为 我们正在走向小冰河期 但他将在数千年后到来 这种变化 在人类生活中 并不被觉察 美国学者 张天亮教授认为 全球暖化 包括生态危机等等 都是左派编造的一个理论 耸人听闻 但不是科学 而是意识形态 并以此劫持整个世界 新闻报道完毫 多谢收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